选导资源回收,减少使用一次性的产品 台中环保局中西区清洁队 到了第二市场来摆摊 邀民众一起环保闯关 那么恰伏端午节的前夕 区队也准备了60份香包DIY 麻布袋配上了中药材 天然又带一点文清风 是大受欢迎 让民众可以边玩边学 让民众动动手垃圾分类随堂考 环保局中西区清洁队 这一道第二市场举办环保闯关活动 向民众宣导资源回收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那他们说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 是安哥哥是哪一个 对 对 据拍yes or no 桌上一字排开纸杯餐壳 环保平等重复使用产品与一次用产品 让民众选选看趣味闯关相当有趣 宣导一次性的这个容器 我们尽量避免去使用 那一方面也可以节能减碳 那一方面因为端午节也近了 所以我们搭配整个端午节的这个氛围 那我们特别跟中医诊所这边拿了中药材 那里面包括食仓谱 广阔香 薄荷等等 那就开放给民众做这个手做DIY的端午节香包 闯关成功 紧接着体验端午香包DIY 民众拿起小夹子 把香料仔细放进麻布袋中 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 成分有白纸食仓谱等多种中药材 麻布袋香包天然又带点文青风大受欢迎 去买买菜 买菜想说顺便进来这边吃一下中餐 刚刚没有很留意是一个太太在讲 我说那蛮有意思的蛮好玩的 我就参加一下看看自己的观念 对不对 学到什么制作香包啊 很多那个环保的问题啊 我们日常都会用得到啊 我有时候会让电文拍 有时候会用手直接打 用手直接打就直接打大了 蚊子就被你打死了对不对 一大堆一大堆的 小朋友臭皮的说我会打蚊子 不用香包豆的现场哈哈大笑 透过边玩边学 让民众了解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性 大家携手为环境家园尽份行李